我们来看一下108究章存号表这一题 那这一题一开始之前先讲一下 这一题有一个小陷阱 就是说他基本开启的档不是Excel的档案 是一个ODS的档案 是一个开放式格式的档案 所以你储存的时候记得要把它转成 Excel的档案 这个先讲一下 待会结束的时候 同学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题 第一题他在储存的范围要输入公式 那同学大概看来这九层 大概同学大概心里 有数大概我们就要算 要怎么做 1乘1等于1 然后这个是 2乘1等于2 类似像这样子下去 好那 我们看一下他的要求是显示的方式要显示1乘1等1 这个 乘的部分 这个符号的部分要使用他的 符号的 位员 他这边告诉他的 特殊符号在哪里 待会我们来做做看 好那 乘的时候他在V4到D4的储存 V4到D4 这边是1乘1等1 2乘1等2 3乘1等3 所以是以这边为第1个 数字 好那我们看这个怎么做 来我们一样我们先从V4开始 那我们首先我们先把这个 我们要的这个乘号的 这个位员加进来 这怎么做在插入的部分有一个符号 我们先把符号加进来 他已经告诉你这是属于一般文字的 然后00D7 我们来选一下00D7 好就是乘号 就这个 那也是unicode 没有错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插入 关闭 好我们有这个符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打我们的公式了 那公式的部分 一样 以所有的储存格的公式 是等于开头的 那一个一个来 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要用A4这个 只乘上 那个 抱歉 我们是从 从上面这个开始的 是从 B3乘以A4才对 B3 对不对 然后乘以A4 那这个乘的话其实是一个字串 所以要用n的符号去做连接 然后记得字串要双引号 这不要不要直接按右键 按右键他会 他会以为你在拉那个位置 所以直接用滑锁去点他 乘以然后再 一样 加n的 B3乘以多少 乘以 A5 A4 应该是A4先啦 A4 B3乘以A4 那等于多少 等于的部分 一样 是要加n的 加n的之后再加等于的符号 所以我们加n的符号 然后加 双引号然后中间刮一个等于 那一样后面再加n的符号 然后再来就是 B3乘以A4 对不对 所以就是 B3 乘以 A4 好 anert看一下 出现我们要的符号了 1乘1等于1 然后我们 认真看一下 B3 我们第1个是 B3就是这个1 对不对 然后用n的去接一个符号 一个乘的符号 对不对 乘以A4 所以A4 加进来 然后我们去 再串接一个符号 是等于的符号 然后 后面的是我们 B3乘以A4的值 就是后面这个值 好 我们这个拉公司之前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 因为我们在公司的时候 我们在拉的时候 他会自动帮我们加他的 横向跟 纵向的 坐标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他做不会跑掉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B3这个值 他的坐标 会变成是B3 C3 D3 E E3 F 对不对 他会从B3到C3 D3到E3 F3 3本身不是不会变的 可是B的部分会随着他的坐标移动 会去改变 所以3不会变 所以我们把3加上一个 那个 定位坐标 让他3是不会变的 好 A这边也像A4A为A6一样 A不会变 所以把A加上我们的定位符号 绝对位置的符号 确定A是不会变的 那后面这边相乘的部分一样 跟前面相同 3的话加上 那个绝对最值的5号 A的部分也加上绝对位置的符号 好 那这个公司就完成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司没问题之后来我们一样把他肯桌C复制起来 这就是复制贴上而已嘛 来到99这边 Shift 把整个 范围都框起来 框起来没有问题之后按enter 他就直接把公司贴上来了 好 就把我们就从表公司整个都完成了 这是第1题 我们来看一下第2题 第2题的部分他要在A3到Z12的范围 绘制下列的框线 A3到Z12 选起来 第3列的上方跟第12列下方是最初 实现 上下两个要最初实现 那我们就在产用的字形这边 会有一个其他框线进来 那直接最初实现是这一条嘛 那就把上 下 都给他最初实现 那 之外呢他要在 在B跟I的栏位 B跟I的栏位右方 B跟I的栏位右方 B到I的栏位右方 跟4到11列的下方 4到11列的下方 要划线 那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可以把C这一题并着一起看 一起看会比较快 因为他这个其实 他这三题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们都分开做会做比较多步骤 你看A栏位的右方 A栏位右方 跟第3列的下方是双线 所以简单讲 我们B这一题的部分要我们做的其实就是 里面说 就是 这条线没有之外 其他的线的部分要有单线 那可是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的选举范围啊 如果我们现在全部给他做内线双线 内线单线的话 没有那他会多做了我们的 A栏位的旁边这一条 跟第3列的下面这一条 可是没有影响 因为这个我们待会下一节会做双线的把它盖掉了 所以其实没影响 所以这一题的部分其实快一点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目前的选举范围之内 单线直接选内线就好了 按确定 这时候就全部都有 右边这条没有 对不对 左边这条其实也没有 不过看不到了 那这个是 然后再来我们只要做C完就可以 就把我们多做的两条线盖掉了 来 A栏位的右方 A栏位的右方 好选起来 一样 其他框线 的部分 双框线 右边双框线 按确定 双框线出来 然后在第3列的下方 第3下也要双框线 那我们这个直接选 底部双框线就好了 好 那这样子 第2题的条件就完成了 好再看第3题 第3题是格斯洛条件 B4到Z12 来B4到Z12 来选起来 乘数跟倍乘数相等的时候要设定橙色填满 这是属于他已经明确告诉我们是格斯洛条件 所以我们格斯洛条件进来了 两个相等的时候必须要填颜色 所以我们就新增一个规则进来 好那他因为我们要是相等吗所以会有公式的问题所以我们使用公式来决定 好那 他的公式是什么 等于什么他公司的公司一定等于开头吗 那其实就跟我们刚刚的条件是一样的吗 B3等于A4的时候吗 对不对 那3不会变吗 所以是B 然后绝对位置 3 B 绝对位置 3 等于多少 等于A4 A也是绝对位置 等于绝对位置 A 4 这条件符合的时候我们要填满橙色 那格斯的部分进来 这边会有填满 我们直接在这边填满橙色 这是橙色 虽然 他在这里面不会显示说它是橙色 不过其实这是橙色 按确定 按确定 好他对角先就会填满橙色出来了 好 那这题就完成了吗 记得这条存档 那存档的时候 电存新档的时候 记得记得记得 这一题有一个陷阱 他原来是一个ODS的档案 记得把它改成Excel的档案 然后再把D改成A 这题才会是正确 没有这个档就等于是0分 好这题就完成了